冰棒球的比赛 现在进行的是男子团体的半决赛 就是上海队对解放军队 上去他战胜过许多比他水平高的选手 总队长王涛所说的 我们一定要把精神面貌打出来 要求运动员要每球必争 汉坤来拼周宇 然后许欣来拼梵振东 这样许欣在跟梵振东的比赛中 现在进行第四盘的比赛的是 朱林峰和林高远 目前也是中国运动员的核心 他和许欣 马龙 成为了现在当地 好球 像这个球难度非常高 现在梵振东在第一局 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 团体冠军 男子就是解放军队 女子是山东队 而且山东队的李小霞和丁梦 还获得了 混合双打的冠军是马龙和丁明 男子双打的冠军是梵振东和周宇 好球 好的 右手的威胁比较大的就是反手这条斜线 调他大小度 漂亮 梵振东这个对拉呢 很多的球员 像张丽科 马龙 包括丁明 张丽科输球了 但张丽科的球迷 大概有一千多人 拿着这个字在外头喊在黑夜 听樊振东 所以就造成了许新打到第五场 漂亮 高远 好的 转的拉起来形成相持 现在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开始 前两局是凡正东 11比5 11比9取胜 在第二局呢 他就在落后 哦 再拉在板边上 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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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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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